腔腔三人行 咱们今天得感谢扎老师 自己的工作之便 扎老师研究是中印什么中心的 你好像是 我就是纽约的一个大学里边的 一个印度中国研究所 我们是做中印美三方合作研究 所以我们有很多这种项目论坛 所以就认识了高姓 高姓 这个印度帅哥 扎老师给我们请来 印度叫辛格 是吧 辛格对 中文名叫高姓 你没姓的吗 我姓就是辛格 我这个国内的 不是你的中文名叫什么 我就取了高姓 我也不是中国人 所以不一定要 有名无姓的这么一个中国名字 姓高吗 姓高 姓高 姓高的也是少 没错 而且呢 你在我们中国北大吧是 对北大 拿到了已经是博士 快毕业还没有毕业 你这是是什么 国际关系学员 国际关系 对对 你将来要对中印关系有所贡献吗 应该的 21世纪有不少专家 特别是这个 我们扎老师 在那个高度 从美国的高度看这个中印关系 还是看好的 所以他专门创立了一个新的这个研究所 不是我创立 这本来是纽约的大学里面设立的 其实在西方国家 非常重视这两个国家的这个 对 我不是过去听到一种说法吗 说21世纪是将是中国的世纪 龙相共舞啊 最近我又听见一种说法 说不是你们中国的世纪 是我们印度的世纪 哈哈哈 但是你们辛格总理 就是你那个表叔 哈哈哈 他的名言 真的 他是在一个国际论坛 还是这这句话 后来国际媒体报道很多吗 他在金融时报上 他在那个英国金融时报 采放的时候这句话说的 是吧 他认为他自己是一个经济学家 也是尖叫毕业的 然后他就是说 因为这个印度的经济嘛 不是以出口导向 是国内这个消费者 而且他说有些创新的企业比较多 所以呢 他说以国内经济最后会拿到 长期的这个经济发展 哎 这个中国也应该考虑 就是印度的经济感觉有后劲 是吧 后劲 但那中国的经济 现在也有它的危险 是不是 而且的确他这个就是说出口导向行 现在我们这国内也一直在谈了好几年了 就是要怎么样拉动内需嘛 把这个对出口的依赖减减低 然后转向国内的消费 所以那新格总理你们说的挺靠谱的 但是给我们敲警钟呢 但是我看中印两国间有一个问题倒是相似的 对 什么问题呢 就是腐败的问题 对 你记得 所以我要格外向你请教一下 最近印度出了个人物 你知道吗 我感觉是学干地范的 你知道吗 他你看他反腐 是个反腐偶像 是老头好像74岁了 最近又从监狱给放出来 千万人欢呼他 他呢 中国没有那么反腐的 这老头说啊 你们这个腐败啊 你们要不解决 我绝食 绝食十天嘛 就不吃饭 他只要要求 比如说你国家 如果有一个强硬的一个法律 他就要求你国会可以起早一个非常有效的法律 来监督每一个官员 他今天负责什么工作 比如说办一个驾驶证 这个办驾驶证要花多少钱 要几个小时 闷上西好了 今天谁负责 每一个办公室必须在上面做一个这个表格 这样的话 任何老百姓 中产阶级嘛 去任何政府部门 就丢了路不知道该怎么办 该找什么 你明天过来 很多中国孩子去印度办事 说因为对印度 有什么事明天过来他不在 明天过来他不在 就是这样一个不负责任的整个 这个行贿受贿在印度之普遍 我是很吃惊的 我觉得是吗 对 因为我们就是很多年前 我刚开始给这个研究所工作去印度的时候 我们的印象里的印度应该是一个民主的制度 法制 对吧 可能是效率 听这个预先知道不是太高 但是这个腐败这个问题完全出乎我的意外 最后你知道就有一个什么笑话了 就说说中国的腐败和印度腐败是有只有这样的不同 就是你在中国这个送了钱行了会以后能把事办了 到了印度 你行了会事还办不了 我解释一下 同样的腐败 这个腐败的意思就是 更没有效率 文桃老师 你到了一个比如说办签证 对 你真不知道哪一个是官员 哪一个不是 他都说的一顿东西来说一样 有人撞了 我是这个航空部部长 我马上给你批准当空中小姐 这个空中小姐把爸爸妈妈这个家里的这个金子都卖出去 拿了10万路比交给这个人 准备明天在国航里面当这个空间小姐 结果这个人跑了 是一个是个假装的一个人 他正好在那个部长的办公室下面 因为我们印度这个任何部门 包括总理办公室 你可以靠门进去 就是就是非常接触这个 你们不是民主吗 不是 这新闻也是自由的吧 那这些现象不监督 不是可以监督吗 完全可以监督 就是保盗了以后查几个人 抓几个人 这样的情况太多了 抓完了以后 不是我听说最后说印度议员里边说80%都是被告有贪污的 但是没有一个能真的落实 最后把他送到监狱里去的 因为你查不胜传 就是议会的多数党是腐贝党 就是这个意思 现在两派都斗起来了什么呢 领导说你不缴钱 那怎么高兴辉啊 就是印度这个这个老百姓这个组织上 也要重新道德上要考虑一下 所以现在这个老人家去整个印度 绝食 搞一个会 绝食我不缴会 就很多人妇女整个家里出来 从小时候开始这样 因为领导说你们怪 我们印度领导的最坏的领导 就是没有道德腐败 什么印度搞得乱七八糟 中国搞得那么漂亮 你们不缴钱 你们不这个行为的话 这个社会就完美了吗 那这个事情是这样其实的 这个人口多的国家 印度有掌握特川的人是绝对有的 然后也有不少人不缺钱 他不想派对 那么他绝对不想派对哪一个证件 所以呢他要跳队要叫人 他任何人包括货车票 就是找关系托人嘛 对我们中国人也知道 有些人知道该找谁不该找谁 大部分老百姓 比如说你从印度是一个中央政府 当然很多事情要信得力来办 那么你真不知道 你真不知道谁是负责人 这个国家政府的这个信息化 没那么厉害 他知道谁是负责人吗 对印度人虽然是一个软件大国 但是他这个国内政府部门里面 都是还在档安官为主 都是那么大桌子 哎呦我这我得讲一个故事啊 就是我去这个加尔各达很深的一个印象 就是参观你们那个最高法院 那最高法院是一个就是很神圣的那种 那种老式的殖民时代的建筑 那院子什么都是高门 然后那个办公室都是老式的那很大 然后后来我我去的时候就和一个叫卢斯成的 就是绿色和平的一个香港人嘛 我们两个人去 然后说的不能光从前门看 我们得看看那办公室后边存档案的 一看吓死了 就开了一条份里面那档案从地上一直到特别高的顶全都发霉了 就是黄的呀 就你就觉得这个老百姓从前门进了地那个 档案堆在那可能堆了20年 不知道谁在看这些档案 这就是我我觉得对印度那法治一个大问号 但是这个不能拐印度本身的提示印度都是把英国人在印度待了150年 然后这些说的法庭也好 这个官僚主义也好 都是英国人留下来的 东国很少东国 比如说印度自己搞了这个电子法 意义这个意料 就是关于这个电磁商户管理 那前面的这个新法 或者其他的法都是英国人留下来的 那么英国人当时这个同志的模式 现在还存在 我很打一个比方 我自己比如说在中国要拿一个结婚证嘛 班证 最近跟中国女孩结婚 必须要求你在国外出一个证 你没结过婚 我才可以你花9块拿一个这边的红白 那么我夫人说好高兴你必须赞干净版 就是一千块 在印度拿一个证 我在印度我去使馆查 我美国朋友他结婚了 他说我去了美国使馆 三次说了我发誓我没结婚 我发誓我没结婚 我发誓没结婚 他马上拿到了 我印度去了使馆 使馆说先去你的出生的地方 找当地委员会的这个领导改账 然后去外交部 然后去内政部 证明你没结婚 证明这个弄不到 很多我以前也有这个印度朋友 弄到了花了很多钱 他就是跑了六个月多在印度 爸爸妈妈已经说你别结婚了吧 我说这个走道 就是印度办任何事情嘛 这个事情就是当时英国人搞的 就是英国人在印度 是说我们是法治 我们中国法治通知这个印度 给你们带来的一种形式的 他没有开除这个 我们在学校里面办一个手续 中国我一个卡 刷哪都可以 印度我办这个离学校的程序 要一天到两天 每个地方都去改账 中国人民就不要再有什么不满了 对吧 印度人民还在羡慕中国人效率高 反正我觉得 我们先去一下广告 印度给这个 香香三线行广告之后见 印度给我的感觉 内部的不平等 真的比中国还要厉害的多 就是精英非常的 你要英文也好 然后上的是那种 很国际化的学校品牌 然后留英留美 都是完全是国际化的一套 然后下边 我就以前没去印度 以前认为很多印度人都会讲英文 后来发现不是完全是一个精英语言 很少数的 大多数的人街头并不会讲 而且这种不识字的人 就这种不论他是低种性的 还是其实不只是低种性的 各种种性都有这种 就流落到最后 然后这个教育的问题 就是说很多教师不上课 这特别严重的问题 哈佛大学有一个很有名的教授 为什么不上课 他在看报纸谈政治 是不是他而且这些教师 是不是因为反正他这薪水照发 他就突放了500个学校 然后他把这个案例上了 我说我随便转了来 三班这个比较偏颇的班 500个学校 然后他发现老师不在上课 很多老师比如说当地人当地当老师嘛 有农业他管农业了 下游了都不是 根本不来学校 对叫班长 班长该学生 然后自己去盖措措 而且甚至 去干别的就了 就咱们这儿这老师班 这课答案是什么 对还手机响 这教师还在这儿 这已经很愤怒了 中国人说 现在这些老师都不好好上课 还在那儿手机上 还在这儿外边做点什么事 那些老师 印度老师人都不在那儿 干脆就在那儿 印度老师有个梦想 他们都觉得能等总理 这是阿玛提叶桑的一个著名的 一本书的名字叫 《会谈话的印度人》 特别会说话 是一个学校的中学的老师 然后很多领导的老师 现在印度法律上允许 你当一个大学的教授 你可以参加国会的投票 两个行业 一个是律师 任何律师可以同时搞律师专业 同时参加证实 所以这两个行的人 在印度可以说 有这个影响力怎么样 比如说印度有最好的法律体系 是英国人 给类似等于香港 你看香港是个法治地区 那香港没有腐败 印度为什么腐败 对呀 这个律师盖这个保护 这个国民的权利的时候 他就搞政治 印度所有的都是一个党牌 把这个地区最知名度的律师 埋下来了 那你说到这儿 我来问你 他们一个特别有名的一个女帮 女的这个 就是原来她是 就是最低种性的 那个不可触摸族的种性 一个女的 居然升到了 就是这个叫 乌达普特斯 什么 印度最大的绑 对 最大的 核心的绑 对 北方帮吧 他是这个乌达普特斯的首领 得到了众多 结果上台以后 现在已经执政了7年了吧 是多少 他是最富有的帮长 已经11年了 已经11年了 就是一个偶像型的 因为这么低种性的 一个女性了 当了这么多年班长 可是他为什么能有 这么多的收入呢 就查不清 然后就有 马上就有人告他腐败 然后多年 这个最高法院也查 查到什么 就觉得他这么多的财产 可是就没办法 这个没办法立案 我听说是 后来就说 都是人家送他的 因为崇拜他 送了无数的 可能基因财宝 供养了 就像人家宗教也就一样 然后他帮里就修了很多 这种低种性的人的那种偶像 包括他自己的偶像 人就说你这个用纳税人的钱 收收这么多 偶像干什么 他说哟那这个我们当以前是受压迫民族 对在印度 英国人走了以后 把这个正传 就是给这个波罗门解了 所有的大学教授 所有的这个知苦 所有的这个有知恼的地方都是波罗门 印度历来的 今天就很多 波罗门是印度社会上最穷的人 他是终身最高 但是他这一辈子不知道上帝给他诅咒还是什么 他这一辈子不会有财富的 为什么呢 历来是这样的 财富的人是 善地利是有财富的 但是呢 最早尊敬的人是他 如果一个波罗门很有钱 社会不尊敬他 那你现在不就是波罗门在 他是脑子的财富 短期的 那他现在腐败这么严重 波罗门不是有钱吗 我说了嘛 这些领导是没有钱 包括科尔拉帮那个 那个首席部长很多 他们没有钱 现在比如说最多的波罗门在那个蒙加拉帮 他们没有钱 杨玛德森他不是波罗门 但是他省那个人 波罗门他是不是追求财富 他是控制这个社会的矛盾 哦 你你下次节目请一个波罗门 他会可以解释 对 什么 你刚才是讲了很多印度的这个情况 我倒想起来 你看你在中国 中国也有报纸吗 你整天看 你觉得中国现在报道的这个腐败问题 跟印度的腐败问题 有什么不同呢 还是都一样 中国我自己也没交过钱 也没做过腐败 这是我 你在中国做腐败 年轻 这是第一 然后我觉得中国 刚才问到老师那边说了 只要你交钱 而且你必须交钱 就是 我可以这样说体制内 就是我考察了几个公路小公路的项目 那么我看了我国家 我国家比如说 特别有一个小公路的高速公路 那么那里面知道买哪个部长拿百分之多少 定好了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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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开的吗 公开的 他要 但是他那么厉害 他是商务部长 对 我跟你说 真的是 那么 你说 中国人 你就打点 你知道打点谁 而且打点一个人 全白平了 这钱拿着他 在印度是 你不知道给谁 因为有15个人呢 而且你不知道那15个人往哪送 你明白 那个路要经常修 对 但这个 这个 这个承包上 他不知道怎么办 他必须给太野火下去 这个路修得下了一个雨 印度下比较多 这个路就坑了 没办法 所以年年每天 每次要打算 每次要休了 就没办法 而且每次要打算 就每次有电了 这个没错 但是我在中国说 在中国每一个就是体系内 有他自己的这个钱 另外他可以国家 云水百分之多一点 就是这是一个预算 再加给你百分之到十 这是第一 中国最多看腐败的什么 我现在 我跟文涛先生不得不说 报销这个事情 我今天 我今天买两本书 电影社中国的 要发到印度一个战略会里面 马上有两三个人要抢我的票 能不能这个票给我 我都已经不理解 这什么社会什么现象 要发票 就是 属权中国要抢发票 包括你国际票 你国内票 你这个打地票 我说这国家怎么允许 你都没有做过 飞机去过印度 去过 有报销 什么的 报销 我 我是 可能办过很多朋友 我不会说了 但是我的意思 这种破败也是一种最可恶的破败 这种印度没有吗 印度不报销吗 查得严 他知道你 这又查得严了 不不 每个人知道每个人 你跟谁报销 印度是连个报销的人都找不着 什么叫 你知道他说这个确实是天下文明的中国特色 连这个他们跟我讲连荷兰 阿姆斯特丹不是有红灯区吗 那个嫖娼的那个妓院老板都见到中国游客 我又发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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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想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这新格 这个印度口才 我这也够当总理的 对 你也知道他说的是 他应该是婆罗门 对 他说中文都这么能砍 他要是讲他的婆罗门语 那就可以砍是怎么样 我给你打听一下 最近说有个电影 印度电影 叫三个傻瓜 对 在印度火完了之后 就火遍港台 就要在大陆上演 为什么那么火 第一 他这个 在这个观众的这个目标 都是这个80后90后的这个 年轻人 文涛先生应该知道 就是在这个中国孩子来说 一个扑母来说 我经常路过北大的图书馆 有人 双胞胎 然后说能不能帮 帮拍个照 我说好啊 我就帮他们拍个照 他就吩咐跟他们说 只要你们一个 能进来这个北大 我就这一辈子幸福了 也就是说 现在为什么要 球都要进 从这么小 给孩子加压力 因为每天北大 起码排队 只要5000个人 要进这个学校餐馆 就是我们 在印度和中国 几个学校 印度的理工学院 印度理工学院 要考进去比哈佛南 很多人说过 为什么难呢 在全国只有3000个 这个培养经营 这3000个呢 就是你配的要 就是从高中开始 每天13个小时 跟着那个晚上 妈妈 任何印度妈妈 如果有高中的孩子 不可能工作 就得全职 陪孩子复习 只要他进出了理工学院 他就这一辈子成功了 那么这个电影 《三个小瓜》 就讽刺 他们三个就进出了 这个理工学院 然后说 这个理工学院 不是已经60年了吗 已经55年代 那么对印度 应该是一个软件 超级大国 一个技术大国 这些这个精英和工程师 去哪了 在印度做了什么发明 拿了几个诺贝尔奖 他就是讽刺了 当时学校里面 老师的这个教师制度 你培养一个 是不是一个技工 还是培养一个创新的人 这也是中国的话题 一说就是前学生老人 最后留下的遗言 为什么我国培养不住 杰出人才 就是他们也是应试教育 然后里边这三个啥 我当时看了这个电影里边 其中那一个冒牌的 是吧 那个傻瓜 其实是一个最有个性的 最就是不循规蹈矩 创新的这么一个人 然后就在他的影响下 结果把这个 他里边有很多搞笑的 那个演员也特别好 那个演员现在叫阿美汉 阿美汉 他不是最好的肌肉 但是他是一个 最好的知识分子 因为现在有两个看 然后看就是这个 算印度穆斯林牌嘛 然后他们之间 一定要这个是肌肉 个性演员 然后第二就是他们 一个是杀肉看 但是以浪漫为主 在国外很有梅 但这个阿美汉 是一个非常普通的 两个都是非常普通 家里出来 从电视剧出来的 这个阿美汉 他前面的一个电影 很多中国朋友没有注意到 就是封试了媒体 就是整个印度 媒体 媒体 他说整个媒体 就是他们所有的报道 只有6%给这个乡村 印度人口80% 70%多 那所有的报道里面 只有6%占了这个乡村的报告 所有的都 报道农村的情况 对 他说印度 天天把这个镜头放在梦卖 这个时装的这个展示 Fashion Show 这是显示印度 现在的印度吗 所以他讽刺了一个印度农民 再一个农村 他为了得到国家 因为现在印度很多农民 有些地区自杀了 那么国家不得不骂 要对着气 给他们说10万路比 一个家里人自杀10万路比 那有一个家里说 兄弟要不要 就是一个哥哥说 弟弟要不要你自杀 然后我就可以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 那么这个人已经摔破了 所有的媒体都来了 那这个人就由于我不想自杀 整个电影就围绕这个故事